大家好,我是Frank 嘟嘟的嘴唇,大大的眼睛,金色的头发 近几年,这个名叫Molly的玩偶真的是火惨了 仅2019年一年,围绕Molly这个IP的周边就卖出了4.56个亿 而Molly的背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Paul Ma特 2020年6月1日,Paul Ma特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 但是绝大多数人肯定不知道 如今主打盲盒玩法,三年利润翻了300倍的Paul Ma特 其实在创立之初,压根就没有听说过盲盒 时间回到2010年,刚刚成立的Paul Ma特其实是一家杂货店 有点像日本的LOFT,就是那种专门挑一些新奇有趣的小物件来卖的 当时的Paul Ma特就跟现在的瓜子二手车的广告一样 做的就是中间商赚差价 那时候的Paul Ma特基本上算是啥都卖 瓶泪扎,再加上没什么爆款 起初的几年可以说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来了 转机出现在2015年,这一年Paul Ma特店中 一款名叫Sunny Angel的玩偶销量持续走高 也正是发现了这一点 Paul Ma特高层直接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其他产品 将销售重心聚焦在了潮流玩具上 而Paul Ma特的发展战略也正是从那时起 由传统零售转向了IP运营 潮流玩具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词了 90年代的时候,潮玩就以独立工作室的形式 在日本和香港小范围地流行起来了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潮玩都被视作是小众文化 我对小众和大众一直抱有一个观点 不是说一样事物喜欢的人多了就是大众 也不是说一样事物喜欢的人少了就是小众 而是要去看社会核心消费群体消费力的具体流向 大众的钱流向哪里,哪里就是大众 2018年,90后00后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就高达3500元 远高于全国平均的2352元 Z世代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群体 年轻一代消费力的崛起 也助推了近几年潮流玩具市场的爆火 而潮流玩具真正的爆发点 则是在2016年盲盒玩法出现之后 盲盒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你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盒子 潮玩盲盒里面一般会放一些成套销售的玩偶手办 除了常规的固定角色 有的盲盒还会按比例放一些隐藏款式 以泡泡马特的猫力系列盲盒为例 其中就有常规款12个 并且会以1比144的极低比例来放置隐藏款 要想戳到隐藏款 玩家们就得不停的剁手买买买 普通盲盒的价格一般都是在39到69元左右 乍一看好像要比动辄几百上千的手办良心不少 但是盲盒的坑就在于入坑的玩家一旦抽不到自己想要的玩偶 就会逐渐上头疯狂课金 而且普通盲马特还会频繁更新各种系列 每个系列又会按季度上行 单买一个盲盒确实压力不大 但是一旦陷入了这个坑 钱包就很容易被持续不断的榨干 为了进一步刺激盲盒发烧友为信仰充值 盲盒圈还衍生出了端箱的玩法 端箱就是把12款共144个玩偶放在一整箱麦 是专门给那些以抽隐藏款为目的的玩家准备的 由于设置了低保 一个端箱至少会出一个隐藏款 不过作为代价 买一个端箱起码就得花上好几千 年轻一代消费群体面对刚需类产品 价格会比较敏感 但一旦遇到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产品 几乎所有人都会慷慨见的 潮玩也好盲盒也好 其实买的更多的就是那种精神属性 而非实际功能 买的时候不会纠结价格 柴的时候又能缓解压力 这就是盲盒类潮玩的价值所在 在微博、B站、知乎、豆瓣 存在着大量关于盲盒的讨论体和开箱视频 盲盒的不确定性和开箱时的成就感 吸引着无数年轻人咬牙坚持 含泪克金 一旦拆出了一个限定款 就能在互联网上收获大量的围观和满屏幕的欧气 我们也就曾经一个月省吃减幼 只未能抽一个限定 盲盒在部分年轻人心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也许这就是既然我感受不了复活买包包的快感 那就买个盲盒来爽爽吧 盲盒玩家们疯狂的买买买 又催生出了大量玩偶交换和玩偶转让的需求 在国内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某鱼上 盲盒的交换和转让已经形成了千万级别的规模 一般情况下 常规款的价格比较稳定 跟原价相差不大 热门款则会出现几十到一百的以价 而对于稀有程度极高的隐藏款来说 基本上都能翻上个几十倍 比如泡泡马特非常热门的攀神圣诞隐藏款 全球一共只有限量250个 价格也就理所应当的 从59元飙升到了2350元 直接翻了39倍 所以在年轻人以及黄牛中间 除了炒币炒鞋以外 又诞生了炒盲盒的玩法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像二手玩偶这么赚钱 那么泡泡马特为什么不自己搞一个炒玩二手交易平台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比如说在鞋圈里 阿迪奈克生产鞋 鞋子有常规款 也有限量款 阿迪奈克做的是鞋圈的一手生意 而像独这样的平台 做的则是二手生意 二手平台上讨论鞋子带来的热度 黄牛刷单 高价交易带来的话题 都能给一手造鞋厂商 带来更高的商业和品牌价值 潮玩圈的逻辑其实也是这样的 市面上最火的爆款和IP 基本都是泡泡马特的 泡泡马特就是潮玩圈里的阿迪奈克 所以二手这件事情吧 大概率还是会交给市场来做 潮玩不是一个新的赛道 盲盒也不是一个新的玩法 泡泡马特虽然成功依靠盲盒玩法 让潮玩出圈 但是泡泡马特在潮玩市场的市场份额 只有8.5% 还没有形成足够坚实的护城河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泡泡马特最大的优势是IP 是那些可爱的版权形象 但是哪怕是泡泡马特现在最大的IP 猫里也是早在2006年就诞生的形象 猫里也是直到2017年才开始大火 而且这还得归功于盲盒玩法 市场从来不缺少优秀的IP 缺少的是如何将IP变现的商业化能力 传统的IP是漫威迪士尼那种 拥有宏大世界观和庞大消费群体的 变现的方法可以是电影 可以是游乐园 也可以是IP授权 而对于潮玩和潮玩的年轻受众来说 IP不一定非得拍成电影 不一定非得承载特定的故事或者内容 泡泡马特最后的猫里就是个例子 她没有故事 没有背景 甚至只是一个略显空洞的卡通形象 虽然猫里这个IP 看上去没有漫威迪士尼那么高大上 但是年轻消费者 时间早就被切成碎片化了 年轻人也不见得愿意花时间来学习宏大IP的背景故事 单纯可爱萌萌萌的猫里 反而能够抓住年轻人碎片化的时间 所以再说回如何将IP变现 当下潮玩变现的核心 还是得回味到线下销售 而对于泡沫马特这家创立了10年的杂货店来说 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线下零售经验的 当然啦 泡沫马特这种零售 不是商超的那种零售 泡沫马特的零售逻辑 是一套完整的线下工业设计 需要具体到每家线下门店 比如要设置什么主题 要设置哪些单元格 又比如每个单元格上要上架哪些系列 要上架哪些品类 也就是要在给用户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的同时 兼顾销售收益的最大化 如今随着线上互联网红利的日线枯竭 越来越多的企业 尤其是互联网巨头都意识到 必须重新回归线下 来抢占更多的流量场景入口 而且过去传统的商业租赁模式 或者我们说的直白点 靠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已经很难做大了 尤其是疫情这么一冲击 以前玩中间抽成的那批人全都傻了 上游下游都不是自己的 一旦有一个日子不好过了 自己也得跟着一起饿肚子 零售起家的泡泡马特 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不管是上游的IP版权 潮丸的生产 中游的线下零售门店 还是下游的终端消费者 泡泡马特全部攥在自己手里 捏得死死的 上游产品设计和中游门店设计一脉相成 中游门店设计 引导下游消费者社交购买 下游用户社区 促进上游艺术家改进设计 不管是线下潮玩展 还是线上的社区APP 泡泡马特一直在尽力培养一批 高年性的核心用户 建立用户对泡泡马特的品牌认知 目前泡泡马特已有注册APP会员 50万家 直进门店100家 自动销售店300家 这些才是泡泡马特的核心竞争力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内地经济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大部分人的收入 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在这个消费者 纷纷扎紧裤腰带的大背景下 看似一无是数的盲盒 却逆势大卖 京东618 盲盒内潮玩的销售额 是去年同期的12倍 经济学上喜欢把这种现象 叫做口红效应 当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口红的销量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逆势蹭蹭的往上涨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人们依然会存在一定的消费欲望 而消费目标就会转向 没什么用的廉价设施品 而这个廉价的非必需品的核心功能 就是愉悦自己 一百年前这个东西是口红 现在这个东西叫盲盒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有问有答 如见其人 有光有深 如并其境 商业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